经常会有客户问我们 就是如何他买完房子之后 他如何就是申请一个房产证 以证明说我是现在这个房屋的合法的拥有者 但这个呢大家就注意 这个跟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 就是因为这边不会有那个 房产证的元件 那怎么样确定你买了房子之后 你是这个房子的那个屋主呢 那我们通常会有这样两条 第一条呢在那个公正公司 帮助那个买家卖家 完成这个产权交易的时候 那一天公正公司会通知买卖双方 说我现在这个产权过户已经登记了 那就是这个时候 大家就可以确定 只要公正公司给你确定的答复 你就确定你已经成为这个屋主 那有相应的文件 大家怎么样可以查得到呢 那就是可以向公正公司索取一份复印件 就是买家啊就是卖家签订的一个产权过户书 那这个过户书呢在那个县政府登记之后呢 公正公司是会有是会有那个复印件的 那如果作为买家来说啊 你们想确认一下就是我确实是这个屋主 那就可以跟公正公司索取一份复印件 那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大概从一个月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买家呢就会收到啊 县政府直接记的一个也是一个复印件 就是也是这个产权过户书的复印件 上面呢写着就是说 由这个原先的这个屋主 现在过户到你现在过户到这个买家的这个名字下面 那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文件呢 大家也可以确认就说是确认这个过户已经完成 但这个通常呢大概都会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那但是在过户交易结束的一个礼拜的左右的时间 大家都可以在网上能够查到这个房产的信息 那这个网站呢就是你所在的 你这个房屋所在的这个县的那个县有一个 它的县政府的这个网站 大家都可以上去免费的查询 以洛杉矶县为例 首先输入县政府网址 www.roavote.net 选择中文 再点记录之后选择房地产记录 进入下一个页面 选择申请房地产记录 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房产记录 一种是在线申请 可以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操作 另一种就是直接到县政府亲自申请 所以我们下期见我们下期见